魏子夫是清谷贤后 是大将军魏清的亲姐姐 是汉武帝刘彻最信任的女人 可为何魏子夫最后却落得个寒寒而终的结局 而汉武帝却对他的去世无一点回忆呢 魏子夫是西汉汉武帝的第二任皇后 出身贫团的他 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平阳侯家学习歌舞 魏子夫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 下面有三个弟弟 汉武帝建约二年 刘彻去霸上祭奠仙祖 祈福萧塞 回宫的时候 顺路去到了平阳侯家看望大姐平阳公主 汉武帝那时候已经和陈皇后结婚很多年了 但仍旧没有子嗣 平阳公主为了哄弟弟开心 效仿关桃公主 把一批长相貌美的女子带到了汉武帝 供他挑选 可眼光极高的汉武帝并没有看中这些女子 无奈之下平阳公主只得让这些人先行离场 为皇帝叫来了一批歌女唱歌跳舞 就在这时汉武帝看到了长相貌美的魏子夫 对魏子夫一见钟情后 汉武帝当即便将他带回了宫并宠信了他 汉武帝还为此专门给姐姐平阳公主送了一堆 黄金表示感谢 魏子夫原本还以为从此之后便可以一飞冲天 可是皇帝却对他失去了兴趣 一年都没有再灵性过他 魏子夫不堪受辱 特地找到了皇帝刺别 他说与其在宫中遭人白眼 倒不如回家来得痛快 看着哭得离花带雨的魏子夫 汉武帝于心不忍 将他留在了宫中 并再次灵性了他 就是这一次灵性让魏子夫怀孕了 得知魏子夫怀孕 称皇后勃然大怒 当即便找人把魏卿抓了起来 以魏卿要挟魏子夫 幸亏魏卿的朋友及时救下了魏卿 魏子夫才逃过了一劫 汉武帝得知此事的前因后果后 对魏子夫愈发联系了起来 并直接把魏卿交到了宫中任职 一时之间魏家人成为了汉武帝身边的大红人 按理来说魏子夫从此之后 可以平步轻云扶摇之上了 那他为何会落得个狠狠而终的结局呢 魏子夫不仅深得汉武帝的喜爱 而且手中还有魏卿 获去病这两张王牌 按理来说 有风狼居虚的大将军做保障 魏子夫这一生是完全可以衣食无忧的 可他为何却落得个狠狠而终的结局呢 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善变的男人 随着他和称皇后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久 他慢慢咽弃了这个女人 把当初金屋藏娇的诺言抛在了脑后 后来有人揭发称皇后利用巫蛊之术 祸害他人 行巫蛊之术 汉武帝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 当即便废了称皇后 称皇后被废后 善解人意 能力超强的魏子夫 便成为了汉朝的新任皇后 交房殿也有了新的主人 那时的汉武帝是非常喜爱魏子夫的 将魏子夫册封为皇后的时候 还特意大赦天下 自魏子夫之后 大赦天下变成了汉朝立皇后的标准流程 成为皇后之后 魏子夫依旧保持着优良的作风 为皇帝解决了许多棘手的事情 随着魏子夫的儿子刘绝 一天一天长大 他的容颜也一天天衰老了 年轻美丽的王夫人的出现后 汉武帝对魏子夫的宠爱 开始出现了转移 即便是像魏子夫这样手握重拳的人 也没有办法挽回丈夫的心 就在魏子夫与皇帝渐行渐远之时 他最疼爱的外甥霍去病和弟弟魏青 也接连离开了人世 魏子夫原本还以为 就算他年老色帅 就算风狼居居的获居壁已不在人世 皇帝也会念在旧情善待他 但是他却低估了帝王的狠心 从年少情深一步步走到相看两眼 魏子夫和汉武帝刘绝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是什么让内心强大的魏子夫自杀离世呢 随着汉武帝一天一天衰老 他愈发相信起了巫蛊之术 就在这时 一位名叫江冲的官员 跑到了汉武帝身边进馋烟 江冲说 正是因为宫中有巫蛊之气 所以天子的病才久不见好 为了查出巫蛊之气 究竟从何而来 汉武帝在宫中开展了地毯式的搜索 就在各方官员抓紧搜查的时候 江冲把代表着巫蛊之术的证据 偷偷塞到了太子刘绝宫中 发现人而诬陷自己之后 刘绝愤恨不已 当时便要去找皇帝解释 可是江冲又怎会给刘绝解释的机会呢 在他的逼迫下 刘绝奋起谋反 并因谋反之罪而失去了他的太子之位 在查朝刘绝府宅的时候 汉武帝在他的宅院中 发现了象征皇后实权的皇后喜寿 当时的汉武帝已经对魏家人彻底失去信任了 所以他并没有给魏子夫解释的机会 汉武帝的种种行为 彻底伤了魏子夫的心 为了证明清白 也为了摆脱苦楚 魏子夫含恨自杀 永远离开了人世 魏子夫的死亡不仅没有让汉武帝悔过 反而还加深了他对魏子夫的怀疑 一代贤后魏子夫最终落得个这样的结局 实在是令人唏嘘 那大家认为魏子夫究竟是被人冤枉的 还是真的有谋反之心呢 他又配不配得上贤后这两个字呢